1,2,3,4 早晨啊早晨啊 各位 一早給大家看看 這個墾丁的大海洋 那現在呢 就走近去 隔壁吃早餐 早餐摩隔壁 就在130 這裡是130 我們112就在隔壁 現在已經到了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 的早餐也是墾丁 的第一個早餐 普通的all day breakfast 網路和賣相都一般 剛剛吃完早餐 現在就回酒店打扮一下 一會兒我們會 去租這個電動車 學一下駕駛這個電動車 然後就可以有了 這個肯定了 電動車和電單車有些分別 電單車就要有牌才可以駕駛 電動車就不用的 會踩單車就可以 即場學的了 一會兒就去租什麼車 好 我現在就跟這間駕駛 一間駕駛 我們現在就在這間店裡 打算租一架電動車 去遊覽這個 這個肯定 我們沒有電單車和駕駛 所以我們只可以租這個電動車 現在就跟著老闆娘 進去 學一下駕駛這個電動車 好像駕駛學院一樣 慢慢的去 試到處 你要看前面 看前面 是 看前面 Hello 速度慢的時候 腳都可以下去幫忙 這個要讓他回去 稍微把那個 慢慢給 不要退炸動作 去 看前面 看前面 你要看路 好了 我們現在每個人租了一架電動車 剛剛我們 促城 學了半個小時 現在都OK的 感覺就真的跟踩單車差不多 是第一下會有點不太習慣 因為那個手掣是一個衝靈 但是適應了 其實完全沒有問題 現在我們一人租一格 如果我們再踩多幾圈熟乘 我們就正式去其他景點 Yeah Yeah 看到我這個造型 就知道我們已經出發了 現在就去S7買一瓶飲 買一條橡筋 摘在頭髮先 介紹一下我們 今天陪我們兩個去玩的車 這兩輛就是我們兩輛的戰車 我對上一次這樣的路 就是去沖繩踩單車 再對上就是 又是台灣踩單車 這次又在台灣 但是就不是踩單車了 玩電動車 那我們現在去第一個景點 就是俄聯備 電動車過去 就是電動車過去 就約了12分鐘 好 現在出發了 現在就來到附近一個 trap port 就是這個的船辦石 好了 行前多少 就有一個叫做 沙島生態保護區 你看到它的沙很怪的 一塊塊 看上去好像珊瑚一樣 但是它是沙 現在看到我身後 寫著這個 走進去500米 就是台灣最南端的位置 那我們現在進去 嘩 俄聯備這個位 如果你不是開車 或者電動車之類 其實是上不來的 好 差不多到了 在前面 好 走了500米 直至入到了 這個台灣最南點 這個設計成一個很奇怪的 現在就離開這個 俄聯備 會去恆春鎮 那邊 大約就19公里 Google看 就說電動車駕駛20多分鐘 但是以我們的速度 至少乘以 現在就在這檔 在這裏 做個椰子水喝一下 買了個椰王 怎麼知道椰子水酸得可惡 哈哈哈哈哈哈 因為剛才那個阿姨說的 那個是很甜的 有椰子 有椰子吃的 但其實我們又不用吃椰子 想想多點椰青水 怎麼樣就算了 好酸 大家好 大家好 踩了車 半個小時左右 終於由這個墾丁來到這個恆春鎮 那就是走前一點 那就是那間叫做海角7號 那個拍攝場地 一會兒就會進去看一看 那再前面呢 就是這個恆春那個雙圈 那我們一會兒去找一下東西吃 那好了 現在出發了 就在我身後這一間的保訊號 其實這條街呢 我想已經是雙圈了 這間呢 就吃這個手捲的 那至於這一間呢 就有一間是吃糖水 我想是 那我們呢 就選了這一間吃牛肉麵 好 進去了 好酸 整間店都充滿著這個古典味 那它有兩款的辣椒油 那它有兩杯辣椒油 可以讓你選擇 看著那個餐牌呢 都蠻對付的 好 這個就是我們今餐要吃的東西了 這個是魯麴片盤 這個就是沙茶牛肉炒飯 而這個就是他們這裡的四寶麵 都好像不是很難 牛筋腩 除了牛筋腩 牛肋應該是很鬆軟的 但它都咬得開 都不像牛筋腩 搞不好吃 地味有一陣沙塵 還有那種香味 搞得多好 不是我們香港經常開那種滷水 它在外面有些醬汁 如果我相信沒有醬汁 它是太有味道 那Handy堡上號呢 向這個方向走 就會去到 在這個恆春鎮裡面 很出名的一個景點 就叫做 海角7號的拍攝場地 那車就先拍到這裡 好 現在過去了 玩了大約兩分鐘左右 就來到我身邊這個 海角7號的拍攝場地了 說真的 我是沒有看過這部電影的 聽也聽過 到處都有 當時拍攝那些的 的 嘩 好誇張 香港TVV電視台推薦 好 現在放下去 好 現在放下去 嘩 這一間 賣韓式飲品的地方 韓烏嶺 它還很有趣呢 它是寫著 拍照區請配合輪流拍照 就是這裏是被人拍照 那一路走呢 就看到我後面這一間 吃冰的地方 好 那我們又去做一杯冰 吃一下 解一下 喝一下 剛剛就吃完那個刨冰 都很好吃 那現在呢 遲一點有另一個景點 就是呢 我身後的這個 南門 其實呢 其實呢 這個行春鎮呢 它 間鎖的間鎖 都有不少的 咖啡店啊 甜品店啊 或者吃東西的地方 那在剛才吃麵的那間寶順號的旁邊 這間呢 就是那間肉真香 賣蛋卷的門市啦 好了 日落西山 我們都玩車了 現在已經5點 那我們在這間 叫做伍政的 車店裡租車的 那這個就是老闆娘 那如果大家下次來 肯定都租電動車的話 可以幫上這間 老闆娘都蠻喜歡 很肯教 老闆都好 好肯去 教你說 那些路線怎麼走啊 怎樣去安全啊 駕駛啊 都蠻好的 但是就 懂得踩單車 最重要 不然你就真的 很操控不了的了 那好吧 我們現在慢慢走回去 酒店洗個澡 已經濕透了 一會見 對上一次在一個這樣的景色下 說話呢 已經是在郵輪那次了 隔了都成兩年了 直至現在又可以再一次在一個海邊 這個夕陽之下 跟大家拍片 觀賞一下這個美景 好 那現在呢 我們就在大街 找了一間餐廳 進去吃 我先問一下 他這個菠蘿炒飯 我以為有一個菠蘿殼可以裝著 誰知沒有 他就這樣做 變成好像是 加了菠蘿的咖哩炒飯 那至於這個蝦餅呢 就 很薄 我都沒見過蝦餅這樣做 全燒 這個有雞有牛 至於這個呢 就是蝦醬炒通菜 剛剛就是這 剛剛就是在我後面的這間 飯果餐廳吃了一個晚餐 但味道就 一般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用一些菜底 就盛著一些食物 那些菜底呢 相信他們都是常常放在這裡 竟然給我一些菜底 看到有螞蟻 那就真的扣光了 我身後這個果果很有趣 我剛才看到他這裡有一個叫波均的 那就不打算買 但是我娘子問他 喂 會不會喝的 然後他問回我們 就轉頭 你想說真還是說假 那我們當然說說真的 他說不好喝 然後我都覺得 TALK ONE 不好喝 這麼老實的嗎 現在的人 好像 這個就是店員推介的 肥脆柳橙 他說 好喝喔 哇 這杯好喝得來 最重要是 他自己推翻了自己 那杯TALK ONE的飲品 再介紹這杯給我們 整個的銷售過程 我都說就是 神奇頂級超長 所以再一次 人家是台灣人 那個文工是很純潑 而且很老實 你問 哇 這間Family Mart好有趣 2樓扶持這個休息 去家廁所 他這邊 都有一些 不同的餐廳 好了 來到第四晚 即是肯定的第二晚了 那今晚就 早一點想吃 因為明天呢 就要搭 我包 不是 訂了一台包車 那就 直接車到我們去花蓮 那期間就可能會停一停 其他海東的 景點啦 那當然要看一下 那個風 那個情況 那喜歡這條影片的 就記得Like Share Subscribe 和Comment 我們下條影片 去到花蓮再見 拜拜 好啦 就是這一檔了 我當年就在買飯口吃的了 我終於來到這個 不回歸線了 我終於來到這個花蓮市了 我終於來到這個花蓮市了